那時間就交給小謝 那我們就先延續早上的 換一個之前教過的字給大家 通常大家看到這個字 是代表阿美族 有另外一個常見字是 阿美族 這個阿美族原本的意思是北方 然後現在是隱身意 所以是阿美族 然後我也順便翻了一下 就以前就是有找了一個句子 就 那比較關鍵的字 我就幫大家標那個重點的意思出來 像是如果大家喝酒的話 它是阿爸 前面第一個開頭是那個喉色音阿爸 然後吃東西就是古麻恩 這幾個就是比較常見的字 那今天有稍微話之間討論一下 因為其實就是網站想要改版 那改版有 這次想做的是比較核心的工程 所以早上才會說想要找補助 那我們列了幾個 第一個是新增字典 那字典其實不同的字典有不同的問題 像是我們有一本是潘世光審父的阿美語漢語字典 它有完成二教 這個大概是最可以加進我們新的字典裡面的 那但是像它的阿美語法語 就你要會阿美語然後要會法語 那很難找到會法語的人 所以我們就很難做教對 那這就是我們會遇到的問題 那第三個就是圓明會的字典 圓明會字典就是要去跟圓明會去詢問他們的授權 然後也有其他字典像是 有蠻多人在問說能不能把吳明依老師的字典放進來 我們明天會去拜訪他 那這是第一個大項就是新增字典 這就是一個大工程 那第二個大工程就是我們介面想要做改版 最主要是可以看到多本字典的內容 早上我有跟大家看一下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關鍵的功能 所以同時它也是對網站未來維護上 以及做調整上比較容易做的事情 所以它也是一個比較需要持續花一段時間來做的事情 那第三個就是城市碼這邊想要做重新調整 那最主要是如果大松的現場想要找工程師的朋友來一起協助的話 希望可以降低這個入門的門檻 現在門檻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就是大概整理這幾個 那接下來就是可能會花點時間去找補助 然後會去跟他們 propose說我們已經有網站 然後接下來會想要做這樣的調整 那我們的目標大概就是這幾項 那今天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小謝 謝謝小謝 謝謝小謝